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刘先生 大家好 节目开始之前麻烦大家帮忙按一下订阅和赞订阅我们的影片 欢迎大家留言 建设性的留言我们都学到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以正身风 我发现我们Facebook的留言和YouTube的留言 现在的水平就开始增高 当然在我们Facebook也有一些非常厉害的留言 那我读一两个 那我读一两个 那我读一两个先 因为好的留言我们下一次 编辑部的节目就会读 首先读一些一般的 有个叫Fanny Gang 就说我们是 芒向西環部 就不所谓的 有个叫HershockFog 就叫芒部战过 HK鸡部 改名 芒珠部 那不要紧了 你这么说 没什么所谓的 其实都是在恃笑一下那些留言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都不是讲完的 主要 主要都是要讲回今天这个 楊岳乔先生 是 是 那许刘先生截了一个图 不如许刘先生说一说 那试完 今天那个逃犯条例 那他们的选主席 凡文就搞了一锅铺 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 上个星期六 那又在议会上 搞 那又说要开个特别会议 建制那些 那些就说要DQ DQ 陶锦生不让他做那些 陶锦生不让他做那些 那13万人的大游行 那他们声称 不知为什么呢 一个礼拜不够六日 那就是礼拜六下午 那他们所讲的在煲底里 那就只剩下几百人 那变了就 好像没有那个士气那些 可以DQ了陶锦生那些 那变了石禮謙做那些 那决定了真的给他做那 那石禮謙就很快 那星期一 那星期一就决定了给石禮謙做那 那石禮謙很快就说 那将来选主席那些 那些就先离拜六先 那就是离拜六先 那离拜六先再搞 那那 那原定今天星期一的会议 那是陶锦生主持的嘛 那变了又不用了 那立法会那里已经取消了 那泛民很好笑的 那就是自己坐在里面 自己和自己开会 完全是没有立法会的支援 就是什么秘书那些 那些器材那些都没有 自己带个咪 那些小喇叭 自己在香港自己搞 自己开会自己投票 然后通过了 然后看到杨岳桥 然后就说通过了 这个选主席的东西 他说主席就是陶锦生 然后副主席就是 那个什么 郭榮鏗那些 其实这样算不算 不诚实使用电脑呢 像杨岳桥那样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立法会 真是一个正式的会议 不是公司的 不是公司的 就是发放假消息 因为你是立法会 你总是发放假消息 那你立法会宣布一个这样 立法会的公司的消息 是不是应该DQ 没人相信他们 其实他们现在不断地造谣 就是现在 很多人相信他们 这个是合法的 我觉得 我不知道 但是杨岳桥呢 他这样做出来 其实都是给他的 那些粉丝 就是要辞聚一下 聚完之后 聚完之后 星期五 跟着 是不是星期五 建制派那个正式的会议 星期六 星期六 或者星期六正式通过的时候 星期六 那他五天之后 又通过 现在等他开心五天 等那些黄丝珠仔 是吧 开心五天之后 开心完五天之后 就突然之间有仇云惨慕了 我觉得 是 但是 因为 应该未来秘书署 如果说回这个 是不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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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 他们又瘋了 其实都是 没意思的 这班人都在做这些 猴子戏 这些 自我精神性理化 其实是 其实尖中完之后 他们这班人 全部都是退化了 就是 尖中的时候 我觉得尖中完尖中之前 他们那班人 始终都是有少少承担 是 但是现在这班人 完全没有承担的 由头到尾都在做谣 其实是很可耻的 就是我觉得的 我不觉得他做谣 他令我想起 九七回归之前 泛民做的虽然很狠 他找司徒 哇 坐在街上 大家是一人一票 选民间特首 结果就选了司徒华 华叔就是民间特首 那就完蛋了 其实 基本上现在做的事是一样的 好像什么九龙皇帝 这个皇帝就是曾造才 其实 曾造才不是民选嘛 都可能是 曾造才自称 但是每个人都会这么说 就当他就是 基本上是 那他有民选秩序 是 是 像那些年轻人 像那些年轻人 我是蝙蝠俠 你不是 那些什么 我现在就说自己是 沙田碧咸 那些什么 深水堡斯朗 那些 智峰 还有这个 楊岳 叫什么 香港有吉尔 还有 不是 那么厉害 但是 现在我觉得 你们 这些是立法局议员 来的嘛 就是为什么你们 不是循着一个正当的途径去 去 开会 或者可能在这个议事规则里面 或者可能在这个议事堂里面 解决这件事 不是你们自己 放几个咪 说自己选了主席就是主席 不如这样 你说 废除了这个立法局的主席 梁君彥 不如这样 废除了特首 好吗 他们现在就近跡于这样 他最大事 现在是不湯不水 他做得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 我现在有议会权劣 我要开第二个议会 和这个议会对抗 根本是已经做到这个地步 那你这样做就是近跡于政变的了 是啊 这个情况 我又觉得 好像你说回归之前 我们这个节目讨论的 我和家策常常有不同意见 没所谓的 其实 每个都有不同的 为什么我觉得 又未到政变呢 就是 你记不记得 林回归之前 做戏 林回归之前 因为他们那些议员 是不能坐直通车过关的 就是他们是要下车 那么 建制派那边又做了个 临时立法会 临时立法会 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全部都是做出来自嗨的 就是 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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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林立会 其实是有实权的 那么 他现在更差 更差 因为做完之后 跟着 其实就是 到了星期六的时候 就好像发现了一场春梦 那样 就是 梦为远 很开心 跟着第二天 原来发现 整条裤都湿了 就是这样 到最后都是要去洗底褲 是啊 没错 我看到 肥仔尹兆坚 这个真的相当好笑 他说 创下立法会历史时刻 自备音响 照开原定的 他自己叫合法合规的会议 是啊 人家说取消了你的嘛 人家那个立法会 立法会秘书署说 这些会议不完 不在 不存在的嘛 你只能在这里自己选自己 喂 为什么这班人可以去到这么弱智 这些是没有意思的事情 选民投票给你们 是进去做事 不是叫你们这样去做这些行为 这些行为艺术的 还有你们怎么占用立法会的设备 或者那个场地 来开一些不合法的会议呢 是不是应该可以DQ 其实是非法施用的 其实他们是 不是 你玩到这么大堂的东西 如果你是不湯不水 要么你去占领了这个会议室 然后就说 我们现在令到第二个政府 你不会的 你弄完之后 人家开第二个会 你们会乖乖的 走进去的议事堂 和建制开会 那你就是做了 当然了 因为要出粮 要出开会 他们进去搞事 只是指着石禮謙 不是 我只是第二个会 不是这个会 不只是这个会 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要么你就由头做到到尾 要么你现在占领了议事堂 我们自己另做一个政府 你现在又不是另做一个政府 又不是这又不是 那你到底在做什么 做起 做起 做东西 其实就是 就是 反民已经很久都是这样 就是他们 基本上 实际上的事情 就是做不到的 全部都是假装的 就是 就是 是 你说 就是 你看回那个叫做 泛民议员 说出封律师信 给陈维安 就是立法会的秘书处 那里 就是出封律师信 给他 你也是 你都举不到一些实质的证据 或者一些什么理由 你都说他是做错 是谴责他 你出封律师信 原来是 用律师信来谴责 是 更坏 就是 邦果佬 这个律师信 因为都是星吐 那些律师信 就是 现在变成了 阿星 基本上 就是 更坏 不是花交台 是花柳台 更坏 其实 其实 不好意思 我想再说一句 就是 你是 立法局议员 如果 如果你觉得秘书处 陈维安 做错 为什么 你不是向大小狗 梁君彦 或者 立法局里面 可能事务委员会 去投诉 你要出律师信来说 失职 失职 你不是向 立法会主席 投诉 你是这样做的 这一刻好笑 不好意思 在身边先说 我现在觉得 他们就好像 那些弟弟哥 小时候 就 拿着 什么 costume 穿着衣服 我是警察 我是消防员 之后 就 学捉贊 好像整个 场景 做了出来 真的以为自己做了 那其实 就是跟那些 三岁弟哥差不多 就是 角色扮演 现在 因为你是 没有 substantial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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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些 角色扮演 一样 我通过了 哪个人做主席 哪个人做副主席 其实 是 跟那些 玩游戏 差不多 那些 那些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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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立法公议员 去到这么小 学习 那没有意思 那你们泛民 还有什么意义 其实 凸显了 他们 这次逃犯条例 应该是去到尾声 就是 他们已经没有 可以再做 没有办法 直接杀 是的 没有办法 给他们 是的 那你怎么杀得进去 那他又说 你没有办法提供给他 那他又说 我的办法就是 总辞 全部辞职 不要做 哇 你是芒果佬 你是鬼来的 哈哈 哈哈 是啊 是啊 这些不可以说 你这么不喜欢 这个议会 就不要做 很简单 就不要打一份工 那么喜欢 什么问题 他认为是他的权利 打这份工 那是他的权利 没错 你可以不做 你这么不满意 就是 郭皮 还是郭瑞克 糟了 我又忘了 又不认自己是 在港共政权之下 立法会议员 其实按着逻辑的话 其实他不是港共政权 是什么呢 请问 他输了一小 不可以不可以 立法会真的 是 香港政府开的 其实我觉得 建制又不知做什么 搞到星期六才 他基本上是给事 他基本上 现在建制下 就说 星期一我们不开会 星期六才开会 这样搞法呢 就是 说给 这个 泛民 有机会 报大 然后就去违立法会 是 我两个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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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 我估计 是 可能立法会秘书处那方面 想可能要少少时间 来做清楚某些文件上的事情 来都等可以澄清整件事 他们是合法性 可以不给陶锦生 而用一个这样的方法 用书面去投票 是可以去换了那个执行者 不是陶锦生而变成实力谦 就是他们我估计 想争取一些时间 去做文书上的事情 但是这样说 就是我觉得 他们怎样搞呢 都是多鱼的 就是我这样说 可能有些人很不喜欢 就是我这样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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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够票的嘛 他们是不够票的嘛 是啊 是他们不够票 还有 其实建制又是多余的 就是其实他现在建制 就是想 我觉得他们就不是纯粹想搞文书 他们就是想 看看你泛民可以再叫多少人 因为上个礼拜都三鱼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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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个礼拜呢 被你谷进 我觉得 就是三千都不可能有了 就是 你之前那时候 有说十三万有成 接着 现在零透都不够 其实很肉酸的 就是 就是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其实我认为 就是了解多了 对那个 就是逃犯条例 那么 那么 其实 现在开始有些声音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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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其实 不是这么大件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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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 主要是抓你们回去 大陆的 主要是台湾那件 凶杀案 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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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根本就没有关系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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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上一集 那些人 都没有见过 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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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条的时候 就试过 但是 现在 你根本就是 就是 泛民那边的人 就是重新浸了 在这个 23条的时候 和佔中的时候 的光辉 整天都 不是 整天都想重返23条的光辉 那就可以 承着个民气去打 去打什么 去打他议会选举 就是说穿了 就是 他们 他们变得肆弱 现在是 他们说到 这条条例 是严重的23条 是吧 但是 你的人数 是没有23条 但是 你的人数 你都是 就是 你的人数 那次都是13万 去不了 过不了23条的时候 那个人数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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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自称有13万 然后 刚刚那个礼拜六 你只剩下几百人 你自己 反省一下 为什么只剩下几百 你坐底 要是一万 不过 都很好笑 那天 礼拜六 那个 毛孟静 一开波 没多久 已经说 今天我们不是包围立法会 那些 不是 那些 那当然啦 看到人数都不对 没人要包围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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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得包围的 霸佔那些厕所 就行的 霸佔那些工厅 就OK的 佔领立法会 放屎猛 工厅 放屎猛 他们就没胆了 就是 因为这个是老美男的 专利 就是 就是 玩屎 没东西好玩 玩屎 就是 没东西好玩 因为其实老美男 这个其实 其实我不应该歧视他 不过他看他的智商 最多就是只有80 这个人 就是正常智商有100 他就有80 就是 人家赢了马 跟呀跟呀 芒果佬 一个V字手势 你知道 旭文和 又美男孩都去做这个手势 哎呀 我见到一个 好消息 不知道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哎呀 差了他一票 他说 懲教署拒绝邵家增申请出席立法会 立法会 会议 幸好 芒向编辑部是一个最有法律常识的节目 要来到尾 就是 我们一早就说了 没有了 如果给的话 尖培中立刻告他 其实我们说过很多次的 就是 有个所谓的密差专家 那个 那个 陪人坐牢 陪了 九世的 一世的 哈哈哈 那条叫做什么 呃 不论明先生 就是他不论明 有机会 我心想 你怎么搞错 你是不是真的陪人坐牢 那如果黑社会大佬 可以在里面 管理外面的生意 怎么办 那他说他是专居立法会议员 不同的 是 哇 这个程教处真是非常之 真是观察入了 所以 不是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就是 立法会的整体权力及功能 并没有因为邵家进入獄而受到影响 哈哈哈 哈哈哈 真的有没有你这一票啊 你这个废人在这里 喂 都没有影响啊 有没有你这一票 是呀 不会瘫痪了整个议会 不会的 快点进回去 监狱坐吧 你通元科仔 是呀 其实我觉得他既然那么病 应该好好休息 是吧 就是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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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是呀 不是 他说英雷王是他契妈 那不敢说英雷王是他契妈 英雷王是他契妈 英雷王是他老鼠吗 是他契妈 就是 快点死开 他说英雷王给了他机会 可以有今时今日所有的东西 不舍得这么说 那他说英雷王是他第二个契妈 这些是奴弟主的心态 他的奴性太强了 太强了 太强了 他跟那些外国人士出来说 毛主席是我的红太阳 不用烧煤的了 红太阳在我心里面 就已经被我温暖 那些不是一样 那些是那些思维来的 这条陈鹿 哎呀对不起 真是不应该说粗话 他是这样的 说起程教署这个 真是非常英明 我看到这句真是 程教署并没有任何法律责任 在邵家甄服刑期间 协助他履行立法会职责 所以拒续申请 哇非常好 喂 就是他们的楼记 不需要 我没有义母服侍你要去立法会 对不对 是 陪你去做show 可能怕劫肉 到时那些什么 走出几个心黄的人 哎 我要真普损 之后那些什么 是什么 黄金策 那些 那些 是这样 走出来劫肉 他走到立法会议事堂里面 就可以不用带手扣和脚尿的了 那他就可以松一松绑的 那就好一点 到时可能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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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样要大小的 一样大小的 一样大小的 去到尾 哎呀 又缺席了这个究竟是 关不关键的一票 不过程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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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其實他一直都是抽水怪來的 怎麼說呢?他都是牆頭草 當時亞三天過不了 很多人歸功於他 我也覺得他有榮譽可以獲得 但今時今日 好像當年他當時有 他當時的自由黨立法會議員的席數是多於現在很多 多於現在 不知道是七席還是八席 但現在可能被阿爺懲罰他 還有這個建制派的壞孩子 就算他說多少也好 他現在都沒有什麼官位在身 又不是立法會議員 其實聽聽他說的都是自虧 他做到一個假象 就是說給泛民希望 嘩!所有商界都可以 連建制都頂不住 另外一個做假象的人我想說 就是陶傑 陶傑先生 剛剛他做了一個帖子 是陶傑先生 是陶傑先生 武漢先生 他在那裡 包括他 這次的帖子 是陶傑先生 都是陶傑先生 以後 他的帖子 現在是陶傑先生 他在那裡 這次發生的帖子 有美國 是陶傑先生 那這次發生的帖子 这个是一半而已,但是这个是重点 有说撤出香港吗?很多人撤出香港,很不空 帮忙做 我记得花柳台的郑爆石教授说了立法会秘书处非法DQ陶锦生的沉重代价 人家是非法DQ陶锦生的? 有什么沉重代价呢? 如果星期六过Q陶锦生的沉重代价呢? 都是那一句,你说得这么大,好像和法轮功一样 打石碑写着天灭中共,有没有人信 我最记得,刚刚三峡弄好的时候 一年之内还是五年之内肯定倒下的 又有什么巨大的浩劫 阿哥啊 最大事是梁家杰 很多泛民不是助理,是核心人物 我经常分享这些留言,那些传说 甚至是那些,真是荣书头讲古佬的东西 那些讲古佬的东西 那些都可以揹的 我经常说一句,用方言去抗共 最后是人家抗你而已 是啊 那些什么许智峰呢? 说得太离谱了 说得太离谱了 其实近几个月可以说 或者也不是几个月 起码都有年纪 三两年 就是他们沉迷了在这些讲大话的东西里面 我觉得,我用讲大话来用 可能也有些人不喜欢的 但是没办法他们真的说大话 他们真的用方言去抗共 或者打飞机抗共 我看到,不记得哪位编辑 还说岑慕辉 是时候了 大家要上街了 要升级了 要抗争 是一个好机会 他们经常在想这些 他们经常在想这些 他说对方已经升级 我们要扩大行动 其实他升级 我又要升级 其实他还没拿到教训吗? 当时警方出警力 就是镇压你们佔领的人 那你就升级了 升级最后失败 因为你永远都不对等 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们经常在找些市民 去当他牛奶一样 不断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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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懂得做抗争 对啊 他们也是这样说 就是听其他的平论员说 因为今年是30周年 其实他 是要将全部东西再烹烈一些 烹饪大一些 吃多少人出去 你哪有钱赚的 他其实就是为了囚款 说到美 其实香港人也算是全年抗争 你这次囚了 我们无需你搞这么大一场大龙凤的了 求求其其 你当好像天下吃宫 天下吃宫 那些人夹了两球出来 隨便吧 他两百多万 两百八十万 我看到许智峰就说 香港人不准备好 再上街抗争了 你猜好自己 我看到那个叫什么 胡志偉 跑去唱麦 那些我都觉得 好笑 胡志偉哪个长毛都有 所以他们现在被 芒果佬执死了 执着你 我又说激进 你有没有向我道歉 他现在这样做 是变相把资金给了 是芒果佬 就是应同了他当时做的事 我觉得他们活在于芒果佬的阴影底下 是 是 一群人变成了芒果 今天看到一张照片 12个民主派的议员 一起坐在陈维安的办公室去等他 拍照 等了45分钟还没到 我觉得整群人变成芒果佬 我是陈维安 都不在家 被你们十几个围着 嘴唬 骂完还摆上Facebook 看 昨天安排走 那些 等级不见人 当然不见 你真是傻 这群人不知道在搞什么 要么你占领了立法会 又不是 在这开完会之后 别人说我们开公布小组会议 你们就走了去 就是类似的那些 整群人都不知道搞什么 不拖不拖就最糟糕的 可不可以成立一个影子立法会 可以吗 可以 影子立法会 不是 但是后果很大 后果很大 他们又没有这个胆 可不可以DQ成立影子立法会 对 你不尽忠职守 对于你的岗位 喂不是吧 你这样说 其实我觉得不适合 你影子立法会 你提立法会就是立法会 不是立法会就不是立法会 喂你影什么子立法会 你影子立法会就很麻烦了 就是近跡于搞独立了 是啊 真的 那他自己今天也搞了一个影子会议 其实你都可以说他 搞广告 搞广告 那也算是 没应受性 没所谓 是啊 没应受性 你说得很对 没应受性的 为什么要做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是完全明白 是完全不明白的 要么你就做大举 要么你开影子立法会搞港独 要么你就乖乖地坐下 跟他慢慢谋 告我陈违安 慢慢谋 告我陈违安 这件事情 跟他慢慢谋 其实应该要 我都告他不了 现在又弄了那些责任 啟事 那些 其实很按摩的 就是 你 就是我这样说 当然 有人很不喜欢我这样说 也就是我这个口头禅 但是你想想 如果 好像他们这样搞的 那他选什么差议员 不用选议员的 不用选议员的 你没必要的 完全 选议员都是浪费时间 浪费精神 不用选他就没了 是吧 我是这样看的 如果 如果他这样 在这个 什么 说 什么书院自己开内阁 那就可以了 就是 好像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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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怎么说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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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觉得他们有什么可以做到 就是不要常常说 我们只是批评他 大家有什么建议呢 其实 其实 我说 最开始 你选了涂謹申出来的时候 林郑那个 你不推翻我 什么都可以谈 你选了涂謹申出来做主席 之后 涂謹申出来说 你 你说 你怎么都要通过 你把 逃犯条例的门鑑 设置到 有这么高 那么大家又下台了 然后 暗地里找个人 跟林郑说 我知道你不准跟我谈 不然我们会玩 不如这样 这个是什么 大家又不停地说 说给人听 你是跟林郑在说 而不是一棍打残 不行不行 不准过不准过 你一说不准过 别人一定会选择 那就没有了 明白 就是你踩到他的底线 就是 我们经常都说 就是有些人说 我们什么 说我们 叫犬鱼 就是说 怕什么 好像曹公公 就是要踩他的底线 才能 显示到 我们有我们的权利 就是不用怕他 就是踩他的底线 就是这样 网上发起 在联署陈违安辞 哇 一天之内 一万人 细如破竹 苹果日报这样写 那怎么这么细如破竹 那又怎样 一百万人又怎样 那又不会辞职 一百万人就听你说辞职 你傻的 看到今天不停有人分享出来 哇 你们不签 就抵你死了 抵你死了 什么抵你死了 那些 但是这样说 你 你经常搞这些 都是 暗几个按针 暗三下 Email 要是用Facebook签 也可以 那其实 其实 好话不好听 那样说 十三万人 我当你 都有 其实 老公去看清楚 就是你出尽力 出尽耐力 就是十三万人 就是游行 如果你再说 你再升级的话 又包围不到 一百三十人 那我当你两百 比较两百 那 那 那就是 你的 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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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底线 在这个issue上面 你就是十三万加 两百人 就是 出尽你了 那你想想 共产党有没有办法 对付这些人呢 那十三万人当然 没什么没人出来的 说真的 你说要牺牲 你说香港人呢 其实就 比较无实的 你可以说他现实的 就是捐钱 入钱 入钱 可以的 但是你说 真的要什么 就是搞革命啊 这些是 就是 不要说香港人 全世界都是 是吧 你正正常上人 你今天有饭食 明天是怎么办 你是不是真的要搞革命啊 很多人 没了 iPhone 都活不过去的 所以 其实 老实说 其实 老共是 都很清楚 香港人的底线 你可以十三万人出来發洩 但是 最后这条 如果是共产党 设定的底线 一定要过的话 我是这样看 是一定过得到的 其实是不是都过得到的了 根本 就是我认为 你说 究竟要说 究竟过不过得到 其实就已经是很多余了 因为其实是过硬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过不了就是问责 我认为 没理由这样也过不了 实在说 确实过的 但是你没有根本 还有这件事 本来就没有 不应该是政治事件 我认为 他是不是都应该过的 这件事 其实只要政府本来 售好些 不要拿到 拿到 售盘售 售盘售 其实应该是OK的 不过我的 我的粗钱的看法 这个是 就是 而且 为什么没有23条 那个 反应那么大呢 因为始终这个要隔一层 就是 假设 要对付 用这个引渡条例 来对付你 带你回大陆的话 你的问题 要是 老公要在大陆 弄一单东西出来 而 设置到可以带你回上去 哇 多大功夫啊 根本太复杂了 其实 如果你真的要搞你 根本就不会这么做 就是 有很多人 他们强调说 可以追溯回以前的罪行 97年之前 你记得一下 97年之前 我也投入过 他们说97年之前 你偷渡的人 都要拉回去 其实这些说来 都是 怎么说 你不要说些 不可能的东西 我真的觉得 现在泛民做什么 他特意说些 不可能的东西 你说些不可能的东西 到最后 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不可能实现 不可能实现 那你就会失信于市民 就是 你说那些东西 都不可能发生 就像一地两检 就说会有秘密通道 捉了去 现在你找个人 给我捉了的例子 给我看一下 其实就没有 而且他们会做一些 和说一些 你明知道对方 是不会反驳你 或者向你反抗的 就是刚才所说的 就是 喂 我是建制 或者是共产党 我都免得解释 这么白痴的问题 因为太荒谬了 人家 就是有少少 现在变了 现在变了 黄丝那帮人 就是他专闻社会上 智商六七十 那些人 去支持他 六七十 可能最多 就去到九十左右 或者是有些loser 还有那些泛民出来 你做完一件事 个个好像死老爸那样 然后一起站在咪兜里 做什么呢 泛民强调内会通过指示 没有约束力 那些 整班都好像 我都很弱 哎 我也不想说 喂 你们 样子衰衰 站在那里好像 我不知道想怎样 我觉得很好笑 你这样说完这些是没用的 整班死老爸不换 干什么 不要这么说 九万多元 那个什么 演员的 什么 演员的自我收养 由来到来 都没有 没错 那你 九万多元都可以拿楼摊 的 其实九万多元 真的不代表什么 他们现在那帮人 真是拿楼摊 拿到瘋 就是我的看法 这个也是我粗钱的看法 就是 他们根本上 应该做的事 完全不做 全部就是一味够闹 由头够闹到尾 那怎么办 其实已经很傻了 就是搞到 我觉得 他们已经搞到社会很懒了 就是泛民这帮人 是时候收手了 就是 真的是时候收手 就是做一些实际的事 我觉得泛民应该 不要再搞到一些无谓的事 那些无谓的事 其实不太适合他们 嗯 就是我这样说 就是学社长说 其实这件事就是很 很简单的 就是 就是 一次过把陈同佳引到 引到就是了 那 朱凯迪议员又说 他们说信誓旦大话 怎么也不行 又说要 又说要 又说要完善 那现在他就是帮你们完善的 那不就是你想要的事 那你就回反了 那 其实 就是 这次戴耀廷的 这次戴耀廷啊 这不同的 那些最不合你的 弹中 那些 那如果这样的话 就算是 这次也有人支持他 也有人支持他 反了 但是你可以再反多幾多次呢? 今天逃犯條例,明天又再反條例 其實你一個謊言用太多次的話 即是在落外都是 其實在落外都是,常常說這麼高 有時是設到道德高地,鬼拿那麼高的時候 那你將來自己下台階 越搭越高的時候,你跌下來很容易跌死的 分身碎骨 好啊,最好 跌倒也不死 還可以有力,我還可以拿一扎 三百人都可以 其實他們做壞了規矩 我覺得,有時的事情根本就不應該這樣玩 其實這件事呢 有時候就很簡單的 你說個事實出來 你不需要做一個反對的 反對的政團 或者一個政治聯盟 你不必要所有事情都反對 其實是不需要 其實不需要所有事情都反對 你是反對一些真的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分判急輕重 所有事情都要分判急輕重 其實這件事根本是輸定的 如果你反對的話 人家那邊的女兒是死了 你怎麼搞都不能搞 當然有人說 哎呀,這些是原則問題 政治呢 不是講原則的 不是純粹講原則的 當然原則是很重要的 但是有些事情比原則更加重要的 就是,你起碼要說那個事實 你不是說謊去捍衛你的原則 因為如果你要用謊去捍衛你的原則 因為如果你要用謊去捍衛你的原則 根本就是那個原則是有問題的 其實你最基本的原則就是應該講誠信 你用誠信都可以拋棄的 去捍衛你其他的所謂的原則 其實是多塊魚的 還有一樣,他們很流行說 建制搞到禮不樂壞 喂,你們自己今天這樣搞這個 非法會 你自己也搞到禮不樂壞 你自己也搞到禮不樂壞 你自己也要一個非法的會議 人家都說建制 這個不是會議 是集會 不合法的,立法會人不承認 他是一個立法會的會議 他的所有表決都沒有法律效力 其實沒有法律效力 跟泛民的法律效力是沒有分別的 他接了一個地方 好像說 那些 黃絲 那些黃絲 有個更好笑 他們前一兩天 台灣的委會 說 不用罵這麼多條例 直接送他過來 OK的 我們歡迎 送那個兇手 送他過來 可以了 不用這麼多 我看到黃絲還分享 尤其是葉普城寨 哇,人家已經這樣說了 要不要立法逃犯條例 還不兜巴聲林鄭 他叫你送過來 政府一開始就是要送他過去 又不用立例 你什麼差都不用 是你那些無謂的事 好像朱海迪 好像李牽頭人 朱海迪說一句 你們全部走去做 跟著來做 就是你那些法文按摩 一開始就是 人家叫你送過來 香港都有自己本身的法律和規矩 不可以不跟著 就無緣無故突然 撞他上飛機 說台灣要叫你過去 那他們說 你為什麼要我離境 你用什麼法律 哪條法律 本身有一次性交的 其實本身是 有機會 你用台灣的 對 他沒有機會 他不要 沒有辦法 其實 對 現在 台灣這樣說 不是 他講 你要這樣做 你就可以這樣做 對不對 你過來當然歡迎 但你怎麼遞他過來 是一個問題 怎麼合法 不是 本身是 的他過來都是合法的 許留先生 我認為 就是這一點 就是當然我不是律師 但我的理解就是 政府最初一開始的時候 都是說你一次 一次性 但是泛民說不肯 是啊 那我的意思就是 其實泛民現在就是 自己自製了一個社會問題出來 其實就是本來大陸人 作法自弊 他現在是 他這次是要修例 保安局已經立即出了一份 說我們修例 等一次性可以去台灣 這件事還可以放在立法會審 但是朱凱迪說不肯 問題就是這裡 所以就變得這麼嚴重 所以朱凱迪這傢伙都是 九西之霸 我們說過很多次 再說都是浪費口水 今天的節目時間應該差不多 差不多 再發酵一下 好吧 好 拜拜 多謝 拜拜